祝内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网上的各位朋友平安 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那么我是王浩然王牧师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学习的是 华人圣经一年通 和斯托德博士和王浩然牧师 一起来学圣经 那么呢每一讲呢 大概五分钟左右 希望你喜欢 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圣经一年通呢 已经讲了第一周 现在是第二周啊 第二周的 第二周的这个第四讲 也是礼拜三 第二三题目是什么呢 真正自由 创世纪第二章啊 十六到十七节说 耶和华神吩咐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杀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 怎么讲呢 那神给亚当啊 两道直接了当的命令 一个一正 一个是正面 一个是负面的 第一道命令呢 海阔天空 任意选择 OK 园中树上的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子 可以随意吃 那第二道命令呢 这个指此一样绝对禁止 园中那颗分别杀树上的果子 不可吃 那个任君选择的命令 让人几乎完全没有限制的享用 园中形形色色的果子 全是悦人耳目 可作食物 OK 大包亚当夏娃的这个眼福和口福啊 神慷慨的供应 里面还包含着生命树上的果子 OK 意味着人 意味着人神无间的默契 既是永生 OK 这样这种关系从耶和华神在他园子里走 行走这句话可以可见 可以看出来 创世纪三章八讲 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一道仅有的禁止令 它的果子并无特别之处 只是像象征亚当夏娃 尚未经过考验时期而已 由于两人同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有道德识别能力 他们若违背神 就会在知善之处也有悲惨的经验 知道恶是什么 那芬兰赫尔辛基大学 一个学生曾经对这个斯托德博士说 他说我渴望自由 我放弃了神之后 享受了更多的自由 但真自由并非丢弃基督 基督的恶 而是要欣然负恶 负他的恶 即是拒绝做那些 他禁止我们做的事 顺服教人 顺服教人活 叛逆教人死 这个我觉得讲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自由的问题 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那么从圣经上讲 就是他以这个最早的时候创世 那么创了那种神的形象 要是创造了人以后 就把亚当和夏娃给他们造了个园子 东方也造了园子 把这个园子呢叫伊甸园 把它们放在里面 那放在里面了以后 他们得吃饭吧 他们得生活吧 那么当时的时候 他们不是现在我们吃多少肉吧 就是说 那么 树上长的果子 那么那里面中了很多的果子 神呢 就给他们 在这个时候呢 给他们人的一个考验 那么我的话 你听不听 你这个生活呢 不可能没有规矩 你不可能没有规矩 你无归不称方圆啊 是吧 所以呢 亚当夏娃呢 神说的非常清楚 我给你巨大的自由 你们呢 院子的树 什么树上的东西 你们都可以吃 随便吃 但是有一条 那个分别上了树上的果子 是不能吃的 在园子中央里面 这个已经说的很清楚 吃的时候必定死 必定吃的结果也告诉你的 那么现在神要看一看 我给你办法这个禁令 我给你这么大的自由 你能不能遵守 我给你立的规矩 那这个规矩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结果呢 亚当夏娃怎么办呢 对不对 后面我们知道 结果给吃了 以后再讲这个东西 所以说 这个真正的自由 是遵守这个规矩的前提下的自由 你作为一个公民 是吧 国家有宪法 有各个州的法律 各个省的法律 那你都得遵守 现在交通规则 那么 我们是说 这个加拿大 中国 这个汽车 都是在这个 左侧行驶的 你这个靠近左手这边行驶 对不对 靠近左手这边行驶 那么如果这个规矩 你不遵守的话 那么对方就撞了 对不对 是不是 红利灯要停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你可以享受一切 现在神给你立的规矩 不能破 所以告诉你 所以呢 讲了一个道理 什么呢 我们要顺服神 那么 那么这个 要顺服神 那么呢 还有呢 他特别想到一个 这个 生命树上的果子 和杀树上的果子 那生命树上的果子是什么 你吃了以后 你的生命就是无限大了 就是无限的生命的 那和神一样 对不对 那么后来是神呢 实际上发现什么呢 你们已经把善恶树上的果子 都在吃了 那么能够再吃 生命树上的果子的话 你们有分能杀 分杀恶 你们非常的有智慧 非常的聪明 那么在吃了生命树上 你的生命无穷大 那么你不和神一样了吗 神是忌邪的神 那么既然 你违反了这个命令 那神呢 就把他们赶出了一点远 是吧 并且让他们灵魂又死了 好不好 那么就是说呢 真正的自由 是按照神的旨意 然后呢 顺服神 按照这个守规矩 在这基础上